小时候会经常被妈妈叫表演节目吗 会有会有会有 小学的时候 然后会去一家餐厅吃饭就固定的 我们家每次都是晚上星期六晚上 然后去到那个餐厅吃饭之后 就是因为会送果盘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果盘是正常就会送的 但是我爸妈就让我就说 哎你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啊 就是你看人家能送我们果盘 然后我就就信了 然后我每次去吃的时候 我都给大家表演节目 然后我那时候就表演什么舞蹈啊 什么的那种 哎后来真的有果盘 就每次就很兴奋 觉得自己是用自己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举动换来的一份果盘 就很开心 那时候就很天真嘛 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的 小时候表演节目发出吗 也倒没没和爸妈什么说过 就是我自己猜的吧 小的时候在少年宫什么学习 然后有那种新剧班嘛 当时跳 我还是跳那种现代舞 然后我长大之后 去到军校之后 去学习的这种民间舞啊 古典舞芭蕾 这些 对 所以可能也是跟小的时候 学习有关系吧 就是也倒没有说 很出外人 对 嗯